首都马德里经过一夜多了20厘米即雪 整个城市变成白色世界 民众外出感受下落雪气氛 有民众更加着想装备在这里滑雪 这场雪是自1971年来最大 马德里和中部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全国至少430条道路因为风雪受严重阻塞或者要关闭 来往马德里的火车也都暂停 数以千计的人被困车里面和火车站 军方出动协助滞留高速公路的车解棍 又协助产走迟雪 马德里巴拉克斯机场星期五晚开始关闭 至少50班飞往马德里、马拉加、特内里肺和优达的航班取消 多局呼吁民众避免外出 马德里接下来星期一和星期二停货 另外俄罗斯西伯利亚洛里尔斯克一个滑雪性地雪崩 将一间木屋推前了200米 当局发现一对夫妇和一个BB仔的尸体 救援人员又在雪堆里面救出一个14岁男童 她重伤送丸 有线知识记者郭慧宜报道 感谢观看